大家好,我是Able 雖然 Watches and Wonder 已經圓滿結束 但我們還未看完所有新錶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看 Boomer Mercy 明示今年的新作品 Boomer Mercy 今年的新作性價比也很不錯 他們的VV Era 系列今年慶祝五十周年 因為這款錶在1973年推出 在2021年做了一個 Facelift 王 這款錶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的 Bezel 是一個十二邊形的設計 上面還有四顆換靈螺絲 今年他們推出了兩個款式 其中一個就是比較適合日常背戴的 一個 Luxury Sports Watch 的型號 這款錶是39毫米的一個新尺寸 大家可能也有留意到 我們現在的換錶是漸漸走向一個比較 Moderate 比較適合我們亞洲人手腕所帶的尺寸 這個39毫米戴上手是非常舒服的 另外一個優勝的地方就是他們搭載了 Richmond 力風集團為這個 Boomer Mercy 特別研發的一款 叫做 Boommatic 的機芯 這款機芯的規格是比較高級的 因為它有120個小時的動力儲備 即是等於五天 雖然它沒有COSC的認證 但是它每天的快慢 是不超過-4到-6秒的COSC的標準 而且它還可以抵受到1500個Gauss的磁力影響 這款錶是有八年的保守期的 所以整體來說性價比是很不錯的 這款錶吸引的地方就是它的設計真的比較帥 它除了可以有橡膠的錶帶 也可以有一體化鋼的錶帶配襯 看你比較喜歡哪一種 而它的錶面的選擇也有兩種不同的顏色 有半透明的藍色 這個我自己覺得是比較漂亮和時尚的 另外一款叫Smoke Grey 就是煙燻的灰色的 也是半透明的Selfar Crystal的表面 這個就有那麼多神秘感 它還有一個版本 就是一個Titanium的錶圈 即是鈦金屬 那個就稍稍貴一點 如果是鋼殼的話 它們的定價是$29,900 如果是Titan的錶圈 都是$32,500 所以性價比是很不錯的 而第二款就是一款更加運動的設計 因為River Error的Azure 300米的潛水錶 是靈感來自70年代同系列的潛水錶 它們的規格也做得很高的 因為它們的防水深度是 去到專業級數的300米 而且它有一個單向旋轉的錶圈 這個錶圈的特別地方 就是那個12邊形的錶圈上面 每格一格就有一個九那式的橡膠曲 這個橡膠曲 可以幫助我們的手感更加好 以及當你單向旋轉的錶圈的時候 是更加防滑的 所以我試過操作的感覺是很不錯的 這個錶圈稍稍會大一點 42毫米的直徑 它也同樣是搭載BOMATIC的機芯 它的定價也只是33,400元港幣 錶面也有兩種顏色 分別是半透明的藍色和Smoke Grey 它的指針比起39毫米的款式 是粗很多的 因為它上面放多了很多Super Lomanova 是方便在暗黑的環境下 可以讓我們看得更加清楚的 今年上半年推出這兩款 BOMA MERCY的藍士選擇 我自己覺得性格比很不錯 如果有興趣去考慮Luxury Sports Watch的朋友 就不妨去留意一下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